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鼻子暴露在外面 非常容易有个磕碰 这样的伤害会导致鼻子细胞组织受损 就会出现流鼻血的问题了 很多鼻炎都会导致流鼻血的现象出现 当大家出现鼻子出血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一下自己流鼻血的原因是什么 除此之外 平时要多吃水果 蔬菜 养护身体健康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